有要加入我們的會員裡面 我想要查一下 這些會員要加入的這個新會員裡面 有沒有是在黑名單裡面的人 如果是當然我應該把他撈出來 對不對 你不能說也讓他加進來 所以其實各行各業都有 你有一些黑名單奧客 一定要把他撈出來 你就建一個黑名單 以後如果他要再購買的話 那你當然要做一些處置 不然的話當然又造成一些負貧 有沒有 所以現在很寧可就是不要做你生意 對不對 你也不要說買了之後然後給你負分 或者說他可能是臥底的還是怎麼樣 他搞破壞的對不對 其實你會發現大家是很重視這個的 只是說難免會遇到這種情況發生 那怎麼辦 一定要比對 可是以前如果你要比對的話 你用人工比對是很浪費時間的 所以以後如果是兩個範圍資料比對 那我用什麼方式來做最簡單 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我建議喔 如果你要兩個範圍的比對 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你可以用之前教過的一個函數 一樣是用count if 所以你會發現喔 在統計裡面的count if 是相當好用的一個函數 那count if裡面你會發現 他需要兩個東西 一個叫什麼range Range的話 實際上查詢名單有沒有 剛好他跟我要兩個 一個是range range指的是我要去哪邊找 意思是說我要找黑名單 criteria是找什麼 找這個email 所以這個是什麼 一個範圍 一個條件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range的話我是建議 如果按確定之後 他一定會 一樣是黑名單 那你可能要點黑名單之後 再點第二個 然後往下選取啦 不過以前是這樣拉 我建議是control shift向下 不過喔 一樣的道理 這個 control shift向下其實還是很麻 建議跨工作表的大範圍 建議什麼 建議一個名稱會比較OK 所以這裡喔 取消一下 我是建議你乾脆 在黑名單這邊 先把黑名單這兩個 這三個字複製一下 然後呢 建一個名稱 建名稱還記得吧 就是先游標放在這邊 然後control shift向下 給他一個名稱叫黑名單 輸入黑名單三個 Enter一下 好 以後這個叫黑 我們就可以直接 查詢的話 可以用什麼呢 最近使用過的嘛 conif 然後range的話呢 用f3 黑名單就出來了 這樣就比較方便 而且你會發現 他的那個 不會像剛剛一樣 還有什麼工作表名稱 然後哪一個出身 哪一個範圍 那相當的冗長 那quiteal就他 那如果說有找到的話 表示是1 或1以上喔 OK 黑名單裡面 如果說1以上 表示黑名單 那如果向下填滿的話 只要這個清單裡面怎麼樣 他是 是1的話 是1的話 表示黑名單 那如果是0的話 表示不是黑名單 那我希望把結果貼到這邊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再配合什麼 資料裡面有個篩選 把什麼呢 把1的部分留下來 有沒有 再把什麼呢 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做選取 Ctrl-ship的向下 Ctrl-C 然後直接貼到查詢結果這邊 把它貼上 這樣子 就 全部查完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發現呢 當然你可以寫VPA 不過如果 你不想寫程式的話 你想要快速的把兩個範圍做比較 我後來發現 Ctrl-ship有時候甚至比自己寫程式來得更方便 你根本不需要做那麼多事情 所以特別重要 我再把重點提示 1 把這個範圍 定義一個名稱 叫做黑名單 第二個的話 我們其實是利用Ctrl-ship這個函數 所以Ctrl-ship相當好用 Ctrl-ship什麼呢 這個範圍 就是黑名單裡面 找一找 有沒有這個1 沒有信箱 有的話 當然就是1 或1以上 然後呢 我們就最後篩選的時候 把這個裡面的1 留下來 那你再把這個範圍 留下來這個範圍 選取 Ctrl-ship的向下 它只會選到那個1的這個 就是黑名單的 OK 在黑名單裡面出現的會員 這些要小心 然後你可以怎麼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查詢結果裡面 這樣子